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WOWER TV第28季第1集 竟然還有第28季 竟然還有第1集 慶幸 常在人間 我們是福氣 只要活著便是甚麼 我們太過糟糕了 因為今晚很多事 預告還是不要插我 但奈何今日的廣告客戶產品非常多 所以我有沒有辦法 能量到多少成 我自己也有盤 保定自己的屁股 真的有盤 這件事很複雜 大家發現你會盤甚麼 會否有一盤 這次趕快放在桌面打響頭炮 其實真的沒有怎樣接觸過 Joy Toys這個品牌 我相信大家都見不少 很多科幻系列 暗源 上次介紹的Wall Hammer 另外又有 你有沒有去DBS看到它的顯示 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有沒有 文說好像已經搬了 現在可能沒有 但之前的顯示是很壯觀的 因為顯示顯示 這麼厲害 和我老婆研究過廚窗 玩具這件事 我覺得顯示是很重要的 任何行業都是 顯示顯示也很重要 Joy Toys 曾幾何時在D2商場的顯示空間 不是一個櫃 有幾個櫃連著 顯示所有1-18產品 我覺得很能幫助品牌 是幾次學的 的而且確 雖然不是華人都會去那裏 但我覺得是一個 其他玩具品牌都可以考慮的東西 譬如在現時點租過 好貴 現時點就 不知道 或者有細小的空間 看看可不可以 招呼到 可以幫助宣傳品牌 好了 其實我們邊講 已經邊拆盒 本身也 或者我做少許介紹 其實就著這次 我想說西班牙文 我真的不敢用英文去讀 是 等我讀 是 Chorfus Belly 就是英文的發音 但它是否真的讀Chorfus Belly Infinity 其實如果大家有 玩開這個卓遊 或者戰棋系 例如Wahama 可能對於Chorfus Belly 都不會覺得陌生 西班牙的一個挺出名的 桌面戰棋遊戲 今次Joytai也買了 我叫買版權也好 合作也好 連它也出賣了 好美 如果大家有看開 就著這個戰棋的角色 它很純粹 戰棋有不同的組隊 有不同的顏色 今次 其實我不知道是否叫做 這個系列的第一彈 用了軍綠色這個組合出來 其實它還有一些妖怪系 魔法系 科幻系 黃色、綠色、紅色、藍色 有些妖獸 有些女孩子等等 其實它現在開頭 我相信是往後的日子 Chorfus Belly 這一個 灼油的產品系列 應該都會瘋瓶地出 我正在研究這顆 就這樣拿出來 覺得可動、鬆緊度等 都應該是合格 合格嗎 我意思是 1B18公仔 現在大家的要求都不低 那也是 無論是行星六谷 無論是Axit Ring 都是去到那裡 但它的上色很有新鮮感 很實正 因為它是相似別人的 灼油公仔的風格 但又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它始終1B18 就不是只有一吋的圓兵 但是它 因為我們已經看慣了 Axit Ring 它偏向乾淨一點 顏色非常乾淨 很實正 顏色你覺得 首先是全塗裝 感覺上 就好像是 已經上色的 無形油自己上色的公仔 但是 其實它是有滲到一些 類似陰影或者滲線的效果 在背包上看得最清楚 或者它左肩膊頭的喉 或者胸口 這個公仔胸口的十字花紋 你也看到其實是有滲線的 但我自己覺得在背包上看得最清楚 所有細節都出來了 雖然它是比較乾淨 但其實是有做到功夫 整個感覺就… 因為我真的看慣了Axit Ring 所以現在這個就很有新鮮感 又是另一種美學 另外再說一些 雖然你現在看到桌上的兵士 但其實一盒裡面 大致上 我麻煩拍一拍這邊 主體 槍其實有二至三把 還有一些造型手 夠玩有得 真的夠玩有得 槍那些東西 德哥現在正在握槍 我看到一個女生 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我自己一比十八公仔 不是槍 我只是幾隻而已 我只是喜歡女生 好可愛 不能夠否認 這個女生 雖然有少許可惜她是蒙著臉 我自己… 其實這個做法是聰明的 對 我喜歡… 你被人玩到你鎖 我喜歡她是美女的 她是蒙著臉 但你看看眼的圖裝 我不知道是二印還是應該是二印 那隻眼睛就很… 好一點 隻眼睛就很精細 很友人 對 而且細節和美麗 整個東西都精細了很多 因為只需要一兩個細節 是給了心機的 那你就覺得整個東西都很漂亮 各個層次都不同 對 好了 我們要多謝Ricky Tham師兄 多謝Ricky 又贊助我們 我又可以喝檸檬茶了 白水師兄說今晚畫面漂亮那麼多 什麼事 沒關係 我們每次都是這樣 應該是網絡 因為我們都是用這個方法 都是同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沒有改善過任何東西 不過上次好像是不夠電 可能是 聽說 我自己最喜歡這一隻 對 這隻很夠跟良 這隻有點像犬狼 所以我就喜歡 這隻很夠跟良 因為本身的名字我們完全沒有提過 真的 不是這個英文 我真的不敢怎麼發音 它有兩項 一個叫Ariana 接著是Veteran 即是老兵 Kazak 應該是它的名字 Kazak 我亂拼而已 好了 最後一刻 我相信 可以逐個大致上 可以瞄到它們的細節和造型 我最喜歡的老兵 看到本身整隻 剛才Walker也解釋得很好 上色是非常乾淨利落 QC也非常好 看到本身這個綠色和啡色 即是很重的軍事味 亦看到一些細節位 有造成黑紋和滲線 所以變成整隻東西出來 都非常 outstanding 工具方面 你亦看到黑鐵色和銀色的配搭 雖然是1比18 但整件的感覺是很高質素 亦因為這個關係 你別以為1比18很便宜 這件東西我想應該是三百歲 好 繼續看看另外一個士兵 嘩 小心 正 放心 這些全部都是軟膠 你玩的時候 你別不見就行 某程度上 和Acid Ring 是可以放心玩的 呂兵剛才已經介紹過 蒙面的 亦看到小刀 全部是可以拔出拔入的 手槍 都蠻acid ring的 所以感覺都 本身亦就著設定 全身都背了很多包包和背包 好 好了 嘩 還有這尺 還有一支槍 對 他都開不完 大錢少少 每一支槍都不同 好像是 對 好正的 好 看看炮兵 這個 撞石的身體 背囊 炮 所有造工都一絲不苟 你會看到拉鏈的銀色 和你上賣 有師兄幫我們補價 2008 2008 即是三塊錢 很開心 整件事 好 嘗試站上呂兵 看看他們的身形比例 差多遠 都尚算而企 鋁冰 沒錯 鋁冰有這支 很棒 鋁冰有這支 好 一門四傑 工具 免費 因為真的免費 免費 免費 我都在擔心 坊間其實 是不是已經有手 我自己就不太覺眼 坦白說 如果我買Joy Toys 我比較少上網 應該在網上就有 好像是Locker 甚麼東西 Locker Toys 通常你在哪裏 現貨我會去 是否叫Robo City 在哪裏商場 由現時怎麼走回信和 不是要上紅貓 紅貓在另一面 紅貓對面 沒錯 沒錯 但我又不太看見這個系列 可能我當時做 都不是經常去的 可能未出 都是那裏 其實大家可以上網 尋找Joy Toys 尋找Covus Belly Infinity 這個系列 有興趣的 就自己尋找一下 隨緣落座 好 待會見 You are watching ToysTV